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东京 扬州这些地方 这首诗词也是屡被传唱 名声玉盛 然而当时间过去 最初在江宁范围内有关于诗作者的讨论 却渐渐地被冲得淡了 太久没有消息传出来 就算是认为对方抄袭之类的猜测或负面评论 说得几次也已经没什么议论的心情 即便是上元业 风财浦阳义与苏崇华等人提起宁义 也只是小范围的讨论 如果要作为一个话题跟所有人说 那是没有什么意思的 你要说人家是隐士 是狂生 反正人家整天教书又不鸟你 也是因此这几人到的窗户边朝外看时 大部分人还是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的 那边启蓝大家方才歌舞了一场 这时候坐在那儿一边休息 一边与几名才子言笑艳艳 注意到这边的情况 小声地与身边人询问起来 整个聚会场中揭示这等情况 窃窃私语一阵之后才有人穿过去 哎 似是那宁义宁立衡此时身在楼下 哦 做水调鸽头的宁立衡吗 濮阳家竟连此人也请来了 那苏家不过经营不匹生意 濮阳家将宁首付 这面子怎能不给 只是要听说此人孤名钓鱼 嗯 他从不参与这等聚会倒是真的 不过据说谈吐确实很大气 众人小声地议论间 启蓝也只是笑着听着 水调鸽头这词他也唱过了许多次了 不过这等机会 似他自然不可能将心中的好奇 什么的表露出来 只是顺着旁人的话头说上几句 偶尔朝浮阳义那边看一眼 窗户边 苏崇华等人已然认出了下方的宁议 薛静笑笑 那不是小禅还是谁啊 前面就是立衡嘛 胡杨义倒是往苏崇华那边看了一眼 苏崇华这才笑起来 果然是立衡与小禅那丫头 薛静探头看了看 诶 不知道他们在干嘛呢 叫他们上来吗 乌启豪说道 看样子似是有事 他这样说着 胡杨义一时间也在思量 过得片刻 苏崇华倒是笑道 既然恰逢其会 叫他上来一趟 倒也无妨了 上元夜能有时间 无非是随处闲逛而已 苏崇华是宁议的顶头上司 这样一说 胡杨义才有了决定 看薛静似乎想要直接叫人的样子 连忙说道 诶 岂能如此 岂能如此 以宁兄弟的才学 自是由我亲自去请 诸位稍等 一旁的乌启豪说道 我与你同去 当下两人与周围众人告罪一番 推门下楼 听堂里一时间尽是议论 宁义过来将会如何的窃窃私语 有关对那宁义才学的种种猜测 道德此刻便又再度浮了上来 薛静冷笑一番 与身边几个熟人说几句话 随后微感疑惑地望望苏崇华 这老东西搞什么鬼 苏崇华对他也没什么好感 拱手回坐 与旁边的李平微笑着交谈起来 小禅一阳顿挫 犹如唱歌一般地说着话 这声调中多少有些心灾乐祸 但更多的还是为着宁义找不到那女贼 而放下心来 这一路过来 他的包包头扎不好 干脆连另一边的绸布也扯了下来 散成两条轻力的羊角片 一边走 那发便一晃一晃的 依旧是乖巧懂事的丫鬟形象 宁义知他心事 这时候笑了笑 一回头 小禅以为姑爷又要伸手弄乱他的头发 双手轻轻地扯着自己的两条辫子 连忙退后几步 脸上抿着嘴笑得开心 谁说我跟丢了 姑爷就是跟丢了 小禅回了一句嘴又笑了起来 宁义翻了个白眼 我们走着瞧 目光朝某个方向望过去 事实上他还真没跟丢 只是小禅的担心他明白 他既然认为自己跟丢了而开心 那便由得他这样以为最好 此时这座酒楼当中一片热闹的气氛 看来诸人庆祝其乐融融 但其中的许多细节逃不开宁义的观察 随着武猎军的一些人追踪过来 按照那女贼可能逃逸的路线 以及武猎军军人的分布 自己与小禅应该是一直摇在后面 落得不远 旧楼的后方围墙中 有一层积雪不正常的塌落的情形 正前方有两名武猎军的军人 在与酒楼的护卫交涉 此时才被允许进来 而方才宁义与小禅绕过半圈 注意到有一件类似杂物室 或者修物室的房间 似乎是被人强行打开了 宁义特意找了一名小司说了几句话 让他注意到那边的情况 这时候那小司似乎也有一些慌张地 在跟一名主室说话 手上拿了些红色的东西 那可能是染血的布片 可能是被换下来的整件血衣 但是遇上这类事件 在稍微弄清楚情况之前 酒楼是最好不报关 或是做其他方面的事情的 最主要是怕大惊小怪 缴了今晚的生意 先不说这里的人 还不清楚朱雀大街 或是飞燕阁的事情 哪怕知道是刺客 只要与自己无关 让他自行离开便是 若是牙役军队被调过来 不光今晚的生意要谎调 到最后可能还要背上干系 被敲一笔 因此暂时酒楼也只能自行调查 提高警惕 两名武猎军成员之后 又有两名成员自门口进来 他们在注意周围的可疑 酒楼的管事也叫了几个人过来 叮嘱一番 随后这几名小丝打扮的人 也分散开了 同样是在不动声色的探查 内部的不正常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宁毅只要跟在这些人 后方看着局势 安安静静地 当一只好黄雀就够了 自从听说气功内功的神奇之后 宁毅便一直想要见识一下 半年多了 这才见到一个看起来有真材实料的 他是绝对不肯放过的 接下来怎么样还很难说 但只要有机会 办法总能想到 随机应变就是了 只是他未曾想到的是 带到从一楼去往二楼的途中 自欲黄雀的他 倒是被两名完全不再计算的猎人 给堵住了 英雄 小蝉 真是巧遇啊 从楼梯上下来 首先在转角处跟两人打招呼的 是有过一面之缘的吴启豪 随后另一名年轻男子 也是拱手打招呼 立衡贤帝 久仰 在下蒲阳义 这人是第一次见 但名字倒是听过了 蒲阳家的接班人 当下又由乌启豪一番介绍 韩勋 宁毅这才知道 上方正有另一场蒲园诗会 正在举行 他自然是不打算去的 抱歉抱歉 在下尚有要事 师会倒是不变去了 两位盛情 客套话没说完 吴启豪已经亲热地挽起了他的手 摆出几分热络且豪迈的态度 哎 既然来了 怎能不上去坐坐呢 看贤弟也正要上楼 莫非楼上也有邀约 此事倒是不妨的 耽误些许时间 让蒲阳兄 找人上去知会一声便是 何况此时师会当中 苏山长 李平 李德新等人都在 大家仰慕贤弟才学 贤弟若过门不入 可不是交友之道 贤弟且上去露露脸便是了 若真有急事要先走 大家自会体谅 说起来 蒲阳兄也是念到此事好久了呢 乌启豪亲热地拉了宁义上楼 那蒲阳义则是温文尔雅 说话得体 那师会便在二楼一侧 宁义既然上了楼 一时间还真是推不过了 回头看看 小禅也是蹦蹦跳跳的 有些高兴 被他目光一扫 顿时抿着嘴 让表情变得含蓄了一些 眼睛纯真的眨呀眨的 这丫头 小禅的心思一看便知 偏过头往那厅堂内瞧瞧 薛尽那张笑脸赫然在其中 他这半年来与勤老等人来往 自己也看了许多东西 若是小场面倒也无妨了 只是眼下却真不是时候 回头看看 启明蓝山捂猎军人的位置 又环顾一下楼中那帮小丝的情况 微微皱起了眉 随后便又是各种各样的寒选 打招呼 坐中才子数十 有印象的少 没印象的多 真认识的也就是李平 薛进 苏崇华等人 带到蒲阳义介绍了一番 那久闻其名的名记启兰 也站起身来与他行礼 说到久仰公子大名之类之类 这女子十几岁的年纪 长得倒是漂亮 宁毅也只是拱手 幸亏 在下真有钥匙在身 今日不便久留 诸位 机会稍纵即逝 虽然说这也未必称得上是机会 但对宁毅来说 跟这样一帮书生聊天 论师 甚至还参与这些低段数的勾心斗角 哪里比得上武功有趣呢 宁毅倒也不是什么 想要突破人类极限的浪漫主义者 若真是纯粹追求力量什么的 他以前就多少了解过一些军队特种兵的训练方法 要豁出去练出一身硬气功什么的倒也不是没有可能 只是太多的东西他都已经见识过 这古代有的千年之后都有 但唯一没见过的便是这所谓的内功 灯下便直接地开口告辞 话还没说完便有人说了起来 宁公子一身财血 当日蒲园师会 一手水钓戈头惊艳四座 今日上园佳节 亦是蒲羊家举行师会 宁公子何不再留下一手大作 让我等日后说起 予有容颜呢 没错呀宁公子 宁公子 若再留一大作 日后必成佳话 这便算是赤裸裸的挑战了 宁毅微微皱眉 百日 在下今日确实有事在身 有什么急事呀 你可以说出来吗 我等或可帮上宁兄 没错 君子坦荡荡 宁兄若真有急事 但说无妨 随后便有人小声地说出来 这人莫非是看不起我等 太过狂妄 只怕传言是真 语声不高 但恰恰也能传入众人耳中 前方坐席上 启兰以旁观者的身份 看着这一切 他是知道 蒲羊家求财若渴的心理的 这宁毅的名声 从一开始便是模棱两可 但蒲羊义仍然对其抱有希望 毕竟孤鸣钓鱼之徒这帮二世祖中太多了 若对方真是有才 那拉拢过来便是大收获 不过以现在的情形来看 怕是没有这等好事了 看看宁毅的模样 亦是不动声色地皱了皱眉 有些叹息 宁毅偏过头望了望窗外 两名阑山男子正从对面走廊经过 还没转回来 薛静陡然跳出来挡住了他的视线 宁毅 让小弟来说句公道话 这样可就是你的不对了 薛静笑得很开心 中秋夜那首水钓鸽头 足以证明宁兄你有大才 今日聚会 大家方才才说起你的名字 都是真心仰慕 暂口不绝 外间也有人说 宁兄你孤名钓鱼 水钓鸽头只是剽窃 小弟是从来不信的 今日我等说起你 你便到了 这便是上天注定的事情 是缘分 小弟也知道 好诗词绝非随口能成 宁兄也可在此稍后片刻 待到有些灵感 随便做一首 也不一定要水钓鸽头那样的绝妙好词嘛 只要有一首 在下小弟在街上 若再遇到有人 拿刺是非裔宁兄 小弟绝对大耳瓜子抽他 叫上十几二十个家丁 打他 把他抓进衙门 以毁谤他人声明告他 叫知府大人折腾他 如此气不快哉 薛锦说的手舞阻挡 宁毅看着他的表演 却也是笑了出来 总之 我等正是及时行乐的年纪 今日诸位兄长高贤在座 启兰大家作陪 如此圣意全权 能有什么急事啊 若真有急事 一切损失我背了 若要盗窃 小弟陪你去 父亲请罪嘛 是不是 他这话说完 另一侧满堂的窃窃 思语中也有一个声音 响了起来 立衡 既然大家都是这样说 你便不要推辞了 年轻人懂得桃光养晦是好 偶尔也得露露锋芒 今日稍稍放开些 表现一番如何 宁毅回过头去 正是来自此时一脸和煦笑容的苏崇华 仿佛是为着玉山书院出了这样一个小辈而高兴的样子 宁毅目光扫过去 脸色陡然冷了冷 随后嘴角拉出一个笑壶来 那笑容看在苏崇华眼中 竟似有几分如同苏太公发怒时的威严 又有着丝丝的诡异 苏崇华竟完全看不出这表情是什么意思 苏崇华脸上努力地维持着笑容 好在那边薛静也继续说了起来 英雄 你这种反应到底是何意思啊 老实说近日小弟听说有一传言传得沸沸扬扬 传言是你亲口对苏家长辈所言 说你那水雕歌头乃是幼时轻易游方道士所隐唱 小弟本是不信的 宁兄品行高洁岂会如此 只是抵不住众生滔滔 宁兄若真有此事便是小弟看错了你 你今日若真要走便从小弟身边过去 小弟绝不阻拦 只当认错了你这个人 他这话在逻辑倒是没什么可取的 只是说的义正言辞的模样 宁义真要走 第二天就要把剽窃之名给坐实了 话音落下 厅堂内有些安静 旁人等待着宁义的反应 蒲羊义想要解围一番 一时间也不好说什么 随后只见宁义一转身 便从薛静身边走了过去 口中说的却是淡淡一句 也好 薛静回头正要说话 却见宁义直接走到旁边一张矮鸡钱 拿起毛笔 这聚会本就是诗会 笔墨纸业随处都有 矮鸡那边原本还有一个人坐着 一副幸灾乐祸的笑脸 这时候微微僵住 宁义将毛笔笔封进入墨枝当中 停顿了一秒 目光穿过众人朝苏崇华那边投了过去 就在苏崇华身侧不远的桌旁 一名轻衣侍女正在为空了的酒杯针酒 天气冷 这等侍女穿得也比较厚 但那道身影轮廓 明义却隐约认出了一点 想不到还真没跟丢 小禅原本听了薛静等人的说话 就有些生气 这时候确实有些惊喜 跟了过来 李平等人此时也跟了过来 毛笔在墨枝中 尽了两秒钟 朝宣旨落下 也好 今日上元佳节 诸位既然如此圣意 小弟也不敢藏着 献丑 目光随着那侍女的背影 毛笔在纸上 刷刷刷地写起来 但毕竟不是钢笔字 即便以狂草挥毫 宁义也写得不算快 李平在旁边看着 片刻后帮忙将写了的字 念了出来 清玉岸 圆溪 他的语气清朗 整个厅堂内都听得清清楚楚 又过得片刻 观看的容色与站姿都变得正式起来 复读的 东风夜放 花千树 这预案的第一句 大气扑开 薛静 苏崇华 瞬间变了脸色 一直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坠续 第39章 作者愤怒的香蕉 演播人 巨五八雅居 后期制作 巨五八以类 做事今生还半生谈 相逢相前 去而复返 愁愿做一愿 纯白碎云烟剧散 天一如光烂枕排汗 优优独播剧散